台灣春藝國際事業集團主要從事機能布料女性塑生衣的生產 因新冠肺炎的關係 口罩成為防疫不可或缺的物資 因此該公司特別開發機能布口罩的生產線 以六層材質來縫製 可以有效過濾病毒 拿到自我防腐的功能 那因為剛好發生疫情 那我發覺到我們的布料有抗防禁一些統一質 所以我就一來後來要把他拿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不是打算把這個口罩做來賣 是純粹希望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員工有將近一千個員工在生產 那你得說呢 那剛好碰到疫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發覺到對生意上有很大的一個缺失 那我就一來後來就說 那我乾脆要給員工有工作做 我就乾脆用口罩做出來 就能夠去幫助到所有需要幫助我的 然後呢也給員工有工作做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才 所以我們在台灣就只有錢家在賣 還有國外的雅馬信 歐文碼在賣 其他我們在台灣所有的縣市都是在做公益 這是我一直在意的一個事情 在副議長陳漢中引荐之下 春藝集團特別捐贈843個機能部口罩給線內的弱勢團體 一起關懷弱勢族群 呼籲全民防疫用愛守護你我 剛才有一個機嫌來跟宇蘭收集團體 我跟蘇總裁說過程 他也很樂意來幫助我們 宇蘭縣內這些比較弱勢的團體 用這個口罩 甚至今天這個捐贈儀式 他也不吝嗇 因為他很喜歡他就要回到大陸總公司 所以今天特別來這裡捐贈這個口罩 我們春藝集團孫老財 這個愛心在地人在去外面打廟 也有樂人好 也能幫助我們這的团勢團體 全民防疫用愛守護你我 宇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說完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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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